大家好 我是陳子千律師 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 星期一 大家看到了 我已經回到辦公室了 但是我今晚凌晨又會飛去法國 先去巴黎 再去波多 波爾多 這個星期我都會一路出片 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就應該是明天2024年3月12日 因為明天當我到達波多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香港的晚上 講不及錄片 所以我先錄錄 在禮拜一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件 對疑英港人一個浸陷彈 英國的稅制即將會改變 意味著很多疑英港人 就不可以再在香港賺錢 就在英國是不用交稅了 不可以隱藏收入了 因為英國政府後 將會徵收全球稅 這條片裏面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新稅制 我的看法 以及一些疑英港人 究竟可以怎樣做呢 我都會一天跟大家講到的 在未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真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得利助手 是work from home 因為我會飛 所以錄片都會用腳架錄 可能質素就差一點 希望各位網友不要介意 好 我們立即開始 根據英國財商剛剛公佈的春季預算案 英國將會在2025年4月份 開始廢除 沿用了很多年的舊稅制 就是說移民英國的人 只要不將他們在海外的收入 匯入英國就不用打稅 那麼這個時代將會結束 那麼新稅制是怎樣呢 簡單來說 在新稅制下 移民英國的外國人 頭四年是不需要繳納全球稅的 即是他海外的收入都不用繳稅 但是由第五年開始 他們就要跟英國的居民看齊 他們都是需要全球納稅 所以他全世界的收入都要在英國納稅 而這個預算案 預計是可以在2028至2029年度 為英國政府帶來27億英鎊收入 首先我想說一說 為什麼英國政府會這樣做呢 很明顯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他看到海外移民激增 因為主要有很多香港人來 很多BNO啊 另外就是發覺英國政府沒有錢 所以他想一下開完 最好就是割韭菜啦 BNO啊 去到英國就不只是要做一些比較基層的工作了 努力被人割韭菜 生活被人割韭菜 現在連打稅 錢 在香港賺的錢 都要拱手相遇給英國政府 就完全被割韭菜了 所以也都印證了我經常說的人離鄉戰這個道理 英國政府是真的不會這麼便宜你的 說真的 他讓你過來 他當然有後著的啦 英國人玩這些是最厲害的啦 那大家 如果想著移民英國的朋友 就要再三思了 沒錯 接下來我就會 跟各位分析一下 這個新政策對BNO有什麼影響了 如果你現在才剛剛想著移民英國的呢 其實呢 你還有四年是處理你香港的資產的 四年什麼都夠啦 你賣樓啊 各樣各樣的 如果你在英國生活 那當然沒問題啦 但是如果你是四年裡面 還有海外在香港的收入呢 記得要執清它 要清掉它 各位BNO啊 這個是最簡單直接的 我覺得四年是足夠時間的 我覺得 但是呢 最大影響呢 就是對一些 已經 移民了英國三年 或者兩年的人 因為呢 這樣意味著呢 其實啦 他們只剩下一年或者兩年 是他們處理香港的資產的 那大家都知道啦 雖然很多BNO啊 在香港是賣樓 買了收到東西 拿了幾十萬 一百多萬 兩百多萬 就去英國的 打算找一份基層的工 這樣 就過去 無可厚非的 但是啊 亦都會對一部分 是比較有錢些的BNO啊 來說呢 其實很多呢 都是香港沒有賣樓的 香港的樓可能 他有樓收租啦 是吧 特別現在設立來說呢 分分了以前 也有樓收租 現在可能買多一層樓收租 那想著香港的收租收入 就可以 救英國生活啦 有一班這樣的人 我都認識一班 中產或者高一點 都會這樣 這樣來講呢 他們就是首當其衝啦 因為以後呢 香港的收租收入 全部都要立英國稅 大家都知道啦 英國稅是不輕的嘛 是比較重的嘛 那變了來說 這班BNO啊 就會變成打雙重稅 有機會 香港打完禮物業的稅項 即是租席稅 收租的稅項 再打英國的收入稅 變成收回來的租 就真的少之又少了 因為已經被兩邊的政府 吃了不少了嘛 所以大家就要三思啦 也就是說 意味著 鼓勵 如果你是真的想著移民英國 香港的資產 或者收入就賣乾賣淨 全部 清掉 這樣才可以去英國啦 拿了一塊錢 換了房子 最好呢 你香港的銀行戶口 都關掉它 只剩下一個 那就最好了 因為呢 大家知道了 他追全球稅呢 英國是很厲害的 因為俗語都有講過 人的一生呢 是有兩樣東西 是不能逃避的 第一就是死亡啦 第二就是稅局啦 這樣 所以大家要小心啦 覺得BNO 接下來 我又會跟大家講一下 移民英國最近的趨勢 以及我預見將來的趨勢會是怎樣的 其實呢 我之前的影片都講過了 有一部分移英的港人 都已經回流了回香港 他們當然不適應英國的生活啦 或者呢 他們是 找不到食啦 經濟差啦 燒了錢啦 都是回來香港的 那我預見其實呢 也都說移民潮呢 我想現在已經減低了 大家從這個MPF提取的數字 也都看到已經減少了 其實我覺得呢 移民潮 移民英國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 現在呢 會有一個回流潮 我個人的預測呢 就是 未來這一年 會有一大班 較早前移民英國的BNO 基於種種原因 都打算回香港了 加上這個申稅制 是更加一個趨化制 令他們盡快會 想回流回香港 重新開始的 這樣說 希望各位網友 都可以留言一下 告訴我 你們是否歡迎這班BNO人回來呢 如果他們回來 有些什麼要做呢 這個意思 其實說真的 我就這樣說 雖然就說 好馬 就不吃回頭草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覺得 英國不適合你呢 只要你真心貢獻香港 對香港好 說好 香港故事 中國故事 其實你回來都沒有問題 因為呢 當你去過外國 就會知道外國的月亮 不是特別緣 知道其實外國呢 很多時候呢 都不是這麼好 甚至呢 是比香港差很多的 那大家要想一下 還有呢 我在這裡呢 也奉勸一班 未移民英國的朋友呢 真的要三思了 很簡單 英國呢 就將個圈 越來越收緊了 一路出了政策 一路捏著你們 那變了 其實就不像你們想得 那麼正 那麼好的 還有我都說過 英國呢 其實賺錢都不容易的 是的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過 以及我自己以前都說過 我英國讀書 生活過 英國生活真是 有凍有濕 真是不好過的 好了 那麼今天呢 跟各位說這個 英國的伸碎制 以及對BNO的影響 就到這裡 希望各位網友可以留言告訴我 對這個伸碎制 對BNO有什麼看法 我都會做一回應的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這條片 講得好 講得有道理 有養分的呢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 Lin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 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升級一至五 每天一片 和各位說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遠性新聞 一些騙徒的最新詐騙手法 以及大家如何防止受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說一下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讓大家不會誤導犯網 好 祝各位有一個productive的一周 多謝